我們今天回到久違的廖天丁廟 今天呢我們即將來騎一段算是回味之旅 上一次騎這邊已經是今年初跟呱吉一起挑戰 就是一日雙塔前的北高練習有來到這邊集合 那其實後面就很久沒有回來 今天想說我們要來騎乘一下這條西濱路線 那今天的目標呢我們會從這邊也就是巴黎到天丁廟出發 那目標呢我們是要騎到我們的復興空廚吃早餐 因為這條路線已經看大家騎很久 但我自己實際從來沒有騎過 所以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那待會我們就到復興空廚吃早餐吧 現在已經來到了就是西濱的路段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會沿這條路 持續的往桃園前進 目標就是抵達桃園的復興空廚吃早餐 現在已經出發了今天天氣 所以出發前來很擔心 因為地板都濕的而且覺得晚站是下雨 然後還好現在天氣好很多了 所以應該沒問題 那我們就往復興空廚簽訂 吃早餐 Go Go 這邊我滿有印象的耶 因為我在之前當兵的時候啊 其實就是有支援一個漢光演習吧 然後就就是剛好來這個附近 然後我們就是我記得是在後面那個水牛坑的山壁上 那邊有做一些演習還蠻好玩的 所以每次騎到這邊都有一些印象 就是後面這一塊山 我們現在騎了8.5公里 今天天氣有點熱 沒有想像中這麼涼 因為完全沒有風 OK那我們繼續出發吧 Go Go 我們現在在快道足為的路上 我記得去年跟 今年初跟刮騎騎到這邊的時候其實都還蠻輕鬆的 而且這一段就是剛出發大家都還蓄事在發 所以其實那時候還蠻印象深刻的 大家在這段騎的速度都蠻快的 而且我們是整個大車隊出發 但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騎的時候整個要靠自己破風啊 超級累的 只有一個人其實真的難度很高 所以繼續往前 我看導航距離我們要左轉的位置好像剩兩公里左右 Go Go 目前7點58分 看起來我們有一點太早到了 因為表定時間8點它好像才營業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沒開還是還沒開 不確定 然後我們剛剛騎過來啊 原本昨天的Google Map 是從足為站出發 所以距離是28公里 但沒想到我們剛後來改變策略 從8里出發竟然只有18公里 所以騎得有一點點超出我們的預期速度 原本想說8點多到它剛好會開門 但現在7點58 那我們等看看吧 目前18.1公里 等吃早餐 騎完車 然後吃個蛋糕 配個冰咖啡 超級爽 因為外面超熱 進來冷氣超涼 但是我們今天這樣子騎了18公里 現在直接回台北好像有點太短 有點浪費今天的訓練 所以 我決定等一下直接加碼 我們直接從現在父親空廚 繼續騎回新竹的南療育港 也就是我家 那邊聽說有一個新的網美景點 我們等一下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邊到底有什麼漂亮的地方 講個笑話給大家聽好了 有一天就是演員一家人 然後他們出去玩 然後結果就是老爸 廣志 然後小新 還有小白 然後突然都不見了 然後你知道美雅說什麼嗎 把心狗勒 把心把心狗勒 好啦我真的 太難聊了啦 那不然我們就直接去南療育港好了 今天幾乎沒有雲啦 騎起來 我們往南下的路上 其實有點逆風的 就現在騎起來的感覺都會覺得風阻蠻明顯 而且瓦數踩了200瓦左右 都還是 時速沒有到30 所以其實風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現在到 出來 父親航空外面這邊大概是大圓的位置 繼續往南療前進 大概還有40幾公里吧 現在騎了25公里 繼續往南療前進 直接騎回家啦 Go Go 嘿 我們終於抵達新竹南療的新地標 也就是波光四集 我們今天總共加碼之後的總里程 68公里 騎了2小時50分鐘 現在到新竹的時間已經11點半 雖然我們今天早上7點多出發 但中間還去吃了父親空手的早餐 所以時間有點拖到 到現在已經正中午 真的是曬成人竿了 但這邊其實蠻酷的 因為其實以前我是新竹人嘛 然後在以前這邊其實就是有一個魚市場 但我現在看起來 它是把魚市場重新改建 然後攤位啊 以前是那種兩排 就是搭棚子 但現在坐這個其實蠻漂亮的 真的是一個新地標耶 從台北這樣騎下來 八里出發 大概60幾公里 我覺得是一個蠻適合練車 然後有東西吃又可以來逛逛 還蠻好玩的地方 好啦推薦給大家 那以上這一集呢 就是我今天 隨興加碼 要騎乾脆騎回家的特輯啦 OK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的家人的各位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騎的這個輪組啊 我特別選就是 框高比較高的這個 60框高的Vision輪組 我覺得這個 板高比較高的情況下 在騎這種平路的續航表現啊 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今天騎起來 我覺得這個續航性 以我慣性來講 真的還蠻舒服的 真的還蠻舒服的 這集結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